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上次我们测试过DDR4和DDR5的效能差异 当时我们是用JDEC的标准记忆体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普调 不过对于许多电脑玩家来说 当我们自己在组装一台桌机的时候 很可能都会用超频记忆体 不管你是打游戏或者是Creator 那你至少也会开个XMP或是Expo 那时隔一年多 当时推出的DDR5-4800 到目前主流的DDR5-5600、6000 或者是更高速度 DDR5都有不小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DDR4还是DDR5 价格都有显著的下杀 因此今年我们再度尝试测试看看 DDR4、DDR5的效能差异 威杠XPG超频记忆体片 首先看到代测的记忆体 使用的都是威杠XPG的超频记忆体 D5使用的是XPG Lenser RGB DDR5-6000 ZO30 16GB乘2的双通道Kit 目前的价格是3299 D4则是使用XPG Spectrix D50 RGB DDR4-3600 ZO16 16GB乘2的双通道版本 目前价格是2699 价格大概是600块 两套都是纯白平面外形的记忆体 我蛮喜欢这样的外观还有手感 大面积的平面发光区域 也让RGB的使用者更好发挥 那么看到测试平台 CPU使用的是Intel Core i5-13600K Intel官方规格标示支援记忆体的时脉 在DDR4是3200 DDR5是5600 不过这次我们使用的记忆体 都是超频记忆体 因此会开启XMP Profile 而这部分Intel有个小心机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过往也有看到其他网友分享这样的经验 不过送修的时候 其实只要自己不提到有开XMP 其实就没事了 而主机版部分 只用的是华硕的TUF GAMING B760 因为这款主机版同时有出D4跟D5的版本 在这次的记忆体的测试上 我们就可以尽量减少差异 TUF GAMING本身主机版 我觉得CP值就蛮高的 也能够符合大多数消费者 还有电竞玩家的使用需求 再来它是B760的 所以价格真的是蛮甜的 那么在规格上来讲 这一张主机版 它的CPU供电 是可以满足E3600K在超频下的使用 IO的各方面 也都可以满足我们这次测试的条件 另一个蛮好玩的地方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找找看 这两张主机版上面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虽然它只是DDR4跟DDR5的不同 但是在一些小细节 还有一些花样跟图腾上面 是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 除了我们都知道的D5 它将PMIC移到了记忆体上面 所以DDR5版本的主机版 就不会有这个功能 此外在主机版的背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DDR4版本是DIP的工艺 所以有很多尖尖的小刺 但是DDR5它采用的是SMT 背面就会是全平面的 SSD部分 当然也要用微钢的 毕竟这也是他们家主打的产品 使用的是XS8200 Pro 2TB 还有S70 Pro 2TB 这两款都是目前市场上价格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虽然你可能会想说 PCIe Gen3 不是现在都2000左右吗? 而且也还是TLC的喔 不过以SX8200 Pro 2TB 它是自带DRAM的 再配合上TLC 所以它对于长时间的读写 会比较有帮助 目前价格也在3000以下吧 如果预算足够的话 加1000还可以再升级到PCIe Gen4 也就是X70 Pro这一条 它也是有DRAM的 然后再配合上TLC的颗粒 显示卡使用的是PNY GeForce RTX 4070 12GB 双风扇Virtual的版本 而目前这一块的价格大概是2万出头 也是理论上最会影响游戏成绩的零组件 当然我们也会尽力去控制显卡的变量 让机体的测试条件相同 如果你是打游戏 或者是吃中显卡用途来讲的话 显卡目前真的是你组装整台电脑的预算大头 虽然4070它主打的是2K解析度的游戏族群 不过目前这次测试就给它更大一点的压力 游戏我们是以4K来测试的 电源方面只需要一个8Pin 所以真的是蛮省电的 我们就沿用测试机台上面的Cougar GEX 750W 测试条件总共会列出四组 Default、Define各两组 那我们以Default来讲 底下会再去细分成 第一种是 Edita出厂预设的XMP Profile 3600 CL16 以及我们过去测试过的经验和条件 在不拉电压不动CL值的情况下 时脈可以拉到多少 而且以电脑可以稳定过测运作为条件 举例来说 D50、Default 3600这一套 它可以拉到Default 4000 而Gear的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动 而Lancer D5 6000这一套 可以拉到D5 6400 所以总共就会有四组数据比较 首先是理论跑分 埃打64 Catch & Memory Benchmark DeFi在读取、写入、复制这三项 都是完全碾压 在DeFi 6400 甚至接近100GB每秒 当然现在很多超频的记忆体 都可以超过100GB每秒的速度 但是你实际考量价格 XPG Lenser才是大多数玩家负担得起 而且是市场走量的主流款式 另外XPG这一套 它采用的是海力士的A代 并且得益于 它是CL30的低延迟版本 所以相较JDEC 或之前其他CL40的版本来说 延迟的数字表现是更好的 那么理论上 对游戏这样吃中即时表现的应用来说 更加有利 好,那第二组 我们看到CPU的性能跑分 Cinebench R23 诶,话说你们觉得R23是理论跑分 还是实际跑分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实际跑分 对于有在用C4D的人来说 它是很直观很准确的性能评估 不过现在似乎都被大家当成理论跑分了嘛 可以看到DDR4在超频后 免费获得了性能提升2.2% 也成为这四组当中的最高 有趣的是DDR5超频后分数反而还降低了一点 这0.2%算是在测试的误差范围内 不过这个结果是比较反直觉的 所以也反复测了几次 DDR5的高标就是没办法超过DDR4的低标 不过说真的啦 以这个测试的误差程度来讲 CPU本身的体质差异 或是你给它的散热的强弱 可能都会超过这个误差范围了 那么在比较长时间的测试下 拉时迈的组别都比预设还要高了一点 DDR4也比DDR5高了一些 不过差异都不到1% 基本上就是属于没什么差的级别 第三组我们看到的3DMark CPU Profile 也是以测试CPU为主 整体看下来还是DDR4略省一点 而DDR5额外获得了2.2%的提升 也不多 但是单核方面则出现了一进一退的情况 其实差异都不大 然后第四组是3DMark Time Spy 显卡终于要大显身手了 不过一看数据 即便是拿最高跟最低比 那也才差2.3% 接着看到实际的游戏表现 Cyberpunk 2077 其实也蛮难评价的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各项数据互有来回 而且差距都很小 那只有DDR4的mini FPS稍微掉对了 掉了5FPS左右 那其实其他都看起来差不多啦 那4K画质不管是DDR4还是DDR5 平均值都接近55FPS 然后CSGO 嗯,对,差异还是很小 最后一款游戏我们看到Firecry 6 它的数值就只有精准到个位数 是没有小数点的 所以很多测试数字是完全一样 不过换个角度来讲 以4070跑Firecry 6 还有这样的表现 显卡真的是蛮厉害的 那么小结一下 以这4款游戏来说 可以看到 不管是DDR4还是DDR5 不能说是互有来回吧 那根本是几乎一样 那如果要说DeFi的玩游戏 就真的不行 那撇开价格来讲 还是要看具体 你的配备、设定的差异 这些影响可能随随便便 都比你D4跟D5的差异还要更大了 生产力工具是我们去年比较少测的 过去我也想说 DDR5凭借较大的频宽 对于未来在多媒体创作的工具上来讲 会有所注意 那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情况 首先看到Blender 三个场景 四个记忆体的表现都差不多 唯一比较突出的是Jumpshot 在DDR5 6400当中 相较其他组有5%以上的明显差异 是的 我也想到5%已经是明显差异了 最后一个测试是Puget Bench 以总分来说 DDR4 4000 得到最高分2107分 不过细看每个项目 其实也不是每个都是最高啦 实际上就大家互有来回 看完以上 用XPG Lancer RGB DDR5 和XPG Spextrix D50 RGB DDR4的对比 你有什么看法呢? 总共四套条件十组测试 26项比较 我觉得目前DDR5主要剩在 理论效能的频宽 IDA64中DDR5有显著的频宽优势 但我建议你把它看成一个纸面富贵 因为在实际测试当中 两代的差异并不显著 可以说是几乎没差 真的更影响效能的是显卡 以及整机散热能力要更好 而如果你属一台新的电脑预算2-3万 然后你觉得自己的预算很局促 那你想选的D4跟DeFi 价差很大到一两千块的话 那我建议你选D4就好了 那毕竟DDR5的规格也在进步 还在上升期 那举例来说 Intel D12代对应到的是DeFi 4800 那D13代对应到的是DeFi 5600了 那撇开DDR5的价格变化 我们不说 当初跟着12代出来的DeFi 4800、5200 可以说它隔一代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但如果是我们今天测试的 这两套微缸的超频记忆体 我们就先不说 微缸它本身在定价上是很有竞争力的 而且还是这么好看的外观喔 那其实 DDR4跟DDR5 价格才差600块而已 以3万块的主机来讲 也只差2% 那甚至以我们最近在组的4070Ti或4070来讲 总价都是6-7万的电脑了 才差1%也其实很少 如果我想要的主机版 它就真的只有DDR5的版本 或者是板子的价格其实一样 那么考量未来的升级性 我觉得选择DDR5已经不是很大的负担了 也不会像以前 可能想说 我是为了尝鲜 谁才多花钱去买这个东西 特别是跟以前那种动辄2倍的价格比起来 这个现在才差几百块 真的还好 那XPG Lancer DDR5-6000CO30的低电池这一套 目前价格真的是很好入手 这边也分享一个小心得哦 受惠于LGA1000G的SAKI用了2代 所以我之前有测试过 将12600K也就是2代的 和13600K13代 分时间装到同一套Z790的主机当中 那13代它可以超频的时脉 真的就比12600K还多了一档 所以真的就跟Intel所说的一样 它们在第13代在记忆体的控制上是有进步的 对于喜欢追求超频的人来讲 就会很有成就感 DDR5有额外的一个小优势 那老实讲 这个功能对用得到的人来讲是很有用的 但是对于大多数使用者或者游戏玩家来说 当个冷知识就可以了 好就是DDR5它有非二进制容量的可以选择 例如单条48GB 那么搭配主机板如果有支援的话 有机会就可以插到4条插满192GB 这个对需要主机大容量记忆体的人来讲就很有用了 可以超过Intel在官网标示的记忆体容量上限 也比DDR4的128GB的上限还要多了50% 最后也感谢威刚在这部影片提供记忆体和SSD的相关支援 帮助我们玩起这一期超频记忆体DDR4和DDR5的测试比较 最近刚结束的Computex 2023 它们也展出了许多丰富的产品 像是水冷的PCIe GenFi 4 SSD 还有外接的USB4 SSD SD920 或是还有展出一个1600W的电源 同时去推4张RTX4090的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采访影片 而实际上我们自己在购买在选购的时候 我觉得ADATA的SSD还是不错的 要效能有效能款 要价格也不会虚高 要便宜也有润文款 而且还带DRAM的 不管是作为外接储存来使用 或是主机的系统槽都是不错的 那机体方面也是威刚的强项 像这两套都是纯白色的 而且白色的面积还蛮高的 就很适合用在纯白的桌机组装的主题里面来使用 重点是要效能有效能 价格又实惠 涵盖到入门高阶都有 或者是还有特别的联名款 关于D4、D5的比较 你还有什么想法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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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